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恭喜你 你是一个快乐健康长寿的人 如果这条线上有小小的断成两条线的朋友们 那就要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 生活习惯了 不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这条线断得不止一个地方的人 大家就要注意 这代表你的童年的路会比别人走得困难一些 二 财富线 如果手腕上有这条线的人 并且是平平顺顺 没有断掉的人 那么你这一生也许不会大富大贵 但绝对会让你不缺钱花 三 名人线 上面两条基本大家都会有 可是第三条就不一定了 如果有这条线的朋友 并且中间也是没有断掉的 那么你在今后的人生中肯定会名声大噪 并且成为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大家的手腕上都有这三条线吗 四 十字纹 手腕线第一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 表示此人年轻时生活艰辛 经过自己不断努力 终晚年顺利 事业上必能大发 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收获 五 正肩脚型 手腕线上有其他线所围成的正肩脚型 但非三脚纹 表示此人将因头脑聪明 或特殊的天才 或是幸运而获得巨大财富 链状纹 手腕线第一线成链状 而其他两线优良 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 甚为劳碌 最后必将获得成功 六 新闻 当手腕线上出现新闻 并且纹路清晰 表示此人将有一笔不小的外财 可能是偶遇发财良机 亦可能是赌运特别好 台桌上有所收获 七点三脚纹 当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脚纹 表示此人祖业丰厚 能继承遗产 一生运势较好 多走仕途 是达官显贵之人 手腕上有三脚纹的人 天资聪颖 在事业上能有不小的作为 八 导文 当手腕线上出现导文时 表示此人身体状况不佳 精神萎靡不振 导文象征纵欲无度 手腕线第一线上出现导文 其他线并无导文 表示年轻欲望强 中年之后开始收敛 精神转好 运势也变得平顺 九 手腕线成交叉状 若手腕线成交叉状 杂乱无序 表示体质差 身体爱有小毛病 女人亦有经期不调的问题 受孕困难 子女远浅 男人有肾虚的问题 应多加调理 注重养生 十 手腕线 断断续续 手腕线不连贯 是气虚的表现 女人亦有卵巢问题 男人一久可成疾 如出现手腕线 一段一段的应该多注意身体 适当地补充营养 第二 案例分享 第一个 女主面骨藏 肉多鱼骨 天营养智 五官也是圆润少棱角 做事毅力稍差 好圣心不强 不利职场 但福运不错 眉弯眼弯 心地善良 心慈手软 善机福报 只是眉稍显稀疏 贵人缘一般 好发善心才难据 眼神天真 眼距稍宽 内心纯真少防备 亦被渣男侵扰 加上面容娇好 更是烂桃花一侵扰 注意防范 还童眼 好发问 也亦有假桃花 不过夫妻公平满步凹陷 眼下子女宫饱满干净 婚后稳定顾家 离肉而直 心正心纯 中年运势行得稳 婚后财运渐长 夫运也足 奴仆宫饱满 和晚辈缘分深厚 唇烧黑 注意干的保养 下巴稍短 得子晚 晚年运长短 第二个 男人指细指头肩 文路清浅 是文人体质 聪明敏感 但体质不佳 精力一般 不适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所以古代讲 这类文人手相是清闲密 四指严丝合缝 能守财之进退 只是十指训工财未褶皱明显 财运一般 难有大财 所谓守财 也是因为财不够 财虽弱 但财气满 脑线弯长 聪明有财气 脑线见多条向上的分支 多财多艺 博学强制 适合从事教师 工职类的脑力职业 生命线初期锁链 幼年体质一般 后期生命线也没有加深 整体浅淡 成年后体质也一般 运势根基偏弱 建议增强体质 平衡脑力和体力 运势才能稳定长久 感情线平直少弧度 感情中偏冷淡 但是感情线和脑线都见倒纹 异性原家 这也和自身多才多艺有关 被动 桃花多 主动追求少 第三个 五官很精致的美女 面相还是弱在了夏婷 肩下巴 晚韵一般 强在了中庭 鼻高龙拳饱满 鼻拳的佩 中年运势强劲 眉眼间 有骨质性的气质 聪慧贤淑 只是眼烧大漏白 个性稍急躁 也是典型的孩童眼 孩童眼的人 容易招惹一些年纪大的假桃花 注意防范 莫残盈润 眼带桃花 异性原非常好 可以说是校园的风云人物 出社会 也是桃花缠身 桃花会伴随终生 好在女主鼻高龙有气势 能经得起风浪 个人魅力十足 颧骨饱满有肉 也有周围人的助力 人生高度可期 进娱乐圈发展 也是一种选择 只是眼神稍显空洞 神散运也难聚 目前处于迷茫期 樱桃小口寒而不漏 也是美女的标配 不乱言 审时夺势 但有些小家子气 格局难打开 脚情纹也明显 烂桃花干扰多 奴仆宫弱 下巴肩 晚年亦为子女操劳 难享子女福 第四个 手掌白净通透 掌秋错落有致 浮运根基不错 木星秋 水星秋 太阳秋三宫饱满 像三个小土包 浮运深厚 人生高度可期 特别是时指木星秋 饱满伴有田字文 广至田宅 固定资产丰厚 金星秋特别饱满开阔 体质佳 精力充沛 为人也是慷慨大气 是个活泼开朗的人 纹路看干净利落 少杂纹干扰 运势顺畅少阻碍 只是纹路都偏执 为人稍显耿直少圆滑 出入适合的时候 容易吃亏上当 从生命线青年时期 断开也看出 这个阶段有个卡 从太阳线被邪文干扰来看 和范小人有关 加上本身是个川掌人 川掌人亦露锋芒范小人 小指水星秋饱满伴有钱财文 沟通能力强 能靠口吃轻松饭 感情线虽然深刻但是平直 少弧度的感情说明对亲密关系不太有活力 也缺乏激情 不过婚姻中专情顾家 事业线中年断开后 由邦符文补充 说明遇到另一半之后 事业基本有对方来打理 家庭有自己来操持 第五个 手白如玉 肤质盈润 扁形的女人手 温柔贤淑 手行天土长 勤劳传统 四指严丝合缝 能手才顾驾 长秋饱满厚重 福运根基深厚 小指水星秋饱满 沟通能力强 能靠口吃轻松饭 三大主线清晰身长少杂纹 运势顺畅少阻碍 特别是生命线身长清晰 尾端绕手腕 一生顺遂 晚年可享高寿 生命线初期见杂纹干扰 和六七缘分烧浅 祖业不得靠 不过脑线和情线间 见多个神秘的十字纹 代表环境适应能力强 晚年易和佛结缘 内心平静释然 感情方能有些小问题 感情线中间出现裂缝 见情伤 生命线内侧亲密关系线 也是横纹干扰 有过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恋情 最终情缘断 女人手上有紫纹 毕丽能成富太太 人的一生是很难抓 摸不透 很多人一生下来就是富贵民 家里就是衣食无忧 有些人就是劳苦民 一辈子只能在贫穷中度过 但是有些人却能挣脱劳苦命运 除了他们的努力外 有些人却还靠一丝气欲 命运这一说 有时候很缥缈 有时候也能够猜测 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气欲呢 看首相就知道了 而在女性中 有这几双首相十有九富 具体特征是什么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女人富贵首相 一 财运献身 财运献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树文 如果财运献身至有力 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 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 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 都是极为可观的 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 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 最终便能够认得盘满钵满 二 掌中太阳秋龙起饱满 太阳秋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 助财富 如果女人的太阳秋饱满龙起 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 都能够保持不断的上升趋势 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 比如说买彩票中价 还能够在职场中 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 非常的有钱 三 手掌财库多 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 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 女人手掌财库多 说明她们非富即贵 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 即便自己不努力 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 并能够坐拥非常富足的生活 小日子特别的滋润 令人羡慕 四 手掌后世 掌心柔软 如果女性手掌后世 掌心柔软 说明她们拥有富贵民 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 可以赚得特别多的巧钱 她们很聪明 贵人缘相当的不错 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 总是能够获得前沿的商业资讯 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 知道该如何前生钱 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 五 支架圆有红 如果一个人的支架 长得近似圆形 而色泽入红润的话 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 整个人气血充足 精力非常的旺盛 无论干什么 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 这对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 做事认真负责 而且善于打理钱财 善于经营 又不会乱花钱 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 都非常的出色 一生财云哼通 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 全家人都能有收益 大吉大利 六 长后指无缝 在一项学中 如果一个人手掌 长得较厚的话 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 属于难得的富贵手下 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 看上去无缝的话 这类女人大多聚餐能力非常的强 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 但人也比较的诚恳 身边的贵人较多 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 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 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容易发大财 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必定能够俘虏双全 一般来说 女人只要有段长的话 是不太好的 因为大多数段长的人 都是单手段长纹 如果是女人双手 皆是段长纹的话 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 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 民间常说 这种女人客服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类女人性格坚毅 做事坚持 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 不仅不会客服 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 恶意兴旺 丈夫的事业财运 家中自然也是财运滚滚 能够超财劲绑 为家中积累一下 不菲的财富 富得流油 八 掌心凹陷 掌心凹陷的女人 天生富贵民 财运好 能够得祖辈帮衬 拥有这种首相的女人 一般出生家庭比较富裕 很多都是寒吃金汤勺出生的 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 得到众人的喜爱 优越的家庭条件 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 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 有家庭做后盾 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 只要自己努力认真 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 加上祖辈的恩惠 一生的资产 不仅丰厚且稳定 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 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 同时也会得到 丈夫公婆的宠爱 婚前婚后 都是非常幸福的 受万人恩宠 此乃多福之人 9.手掌后事 手掌后事的人 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 尤其是财运 比常人好很多 一般手掌后事的女人 事业运势比较的好 她们有事业心 相比爱情 更看重事业 这种女人很精密能干 为人处事圆滑 所以在单位里面 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 如果家庭富裕的 就算是走后面 也很快能做出自己的成绩 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 如果是家事一般 也能够很快的发家致富 就算是白手起家 也能很快在事业上 杀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 因为天生对金钱 有一种执念 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 比较物质 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 都很有兴趣 这也是她们 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 十 手指圆润 手指圆润的女人 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 在首相学里面 确实手掌圆润的女性 大多福气都很好 而且家大业大 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 其温柔善良的性格 很容易就吸引一心的喜欢 就连同性有时候 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 这样的女人 未来定会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 同时 她们勤奋简朴 懂得体谅别人 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 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 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 天塌下来都不会怕 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 此外 她们祖先比较有钱 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 就算结婚 也能够得到娘家的帮助 非常的幸运 二 女人手上有哪些文明好 一 食指上有森约纹 食指的关节处 有一道横纹叫做纸节纹 如果纸节纹有三条 则叫做三约纹 如果食指上有三约纹的话 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航门 婚后生活富足无忧 有个会赚钱的老公 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 能够成为好门口太太 二 手掌钱财文多 钱财文是指在小纸和无名纸中间下面 有很多细细的斜线 也称为理财文 如果女性手掌钱财文多 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的广 工资收入非常的稳定 丈夫每个月也都会上交工资 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 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 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 金额绝对十分可观 三 两条玉柱纹 手上有两条玉柱纹 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 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 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 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 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 她们可以想子女的福气 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 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 要保持淡定的心态 不可欣喜若狂 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 四 星星吻 在小纸下方的水星球出现 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 横财可得 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很不错 可享子女之福 五 黑子吻 当你的手心有黑子吻时 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 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 并且会因此大发奇才 小将之温馨提示 当自然落拳时 黑子吻须正好在拳头内 六 公印吻 公印吻因其向我们生活和工作长进的公章而得名 首相中有公印吻的人 适合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者工作 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 七 玉桂吻 玉桂吻起于前功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首相上有玉桂吻的人 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 善于交际 人缘好 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 雇若从事业务 市场 公关等等 必定发财无疑 八 祖碧吻 祖碧吻顾名思义 说明有此吻者根基不错 意应得长辈之因币 继承祖业而发财 及富二代之类的 这类首吻起于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九 锦字吻 在食指下方的沐星秋出现锦字吻 石字吻的之类的 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并会因此获利巨大的财富 十 田字吻 在事业县生命县附近出现田字吻 口字吻等之类的 田字吻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 诸如房产 土地 土产 矿业等行业 而口字吻则说明 比较适宜从事培训 咨询 律师等行业 并因此而发财 十一 豪宅吻 豪宅文位于无名指的下方 在天文县的上方 有成金房子 有此吻者 必发一万之财 多路精彩 一块行业经营 经营集团公司等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